民进党26号在高雄举办经济安全座谈会 会上绿营民带声称要调整台湾产业对大陆的依赖 不过就在前一天的另一场研讨会上 岛内专家学者点出未来几年台湾对大陆的贸易依赖度会更高 民进党当局一再声称要与大陆经济脱钩 明知不可违而硬要为之 如何解读这种罔顾现实一意孤行的举动 两岸时视频的人严俊 谢志传带来全面分析 本周台湾大话王带您关注 台立法机构莱猪表决大战日前落幕 民进党政客为挺莱猪进口丑态摆出 面对莱猪即将扣关 岛内许多县市资质条例都定有反莱猪条款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却警告 莱猪政策要全台一致不能各自为政 莱猪议题在岛内还会怎样发酵 两岸时视频的人严俊 谢志传为您深入解析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超过八千万例 不仅如此 全球多国先后宣布出现变异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危机之下 多国研发的疫苗相继问世并启动接种 疫苗的救场能否给当下艰难的抗疫之战带来转机 中国的抗疫成就有目共睹 但在西方社会仍有人借疫苗抹黑中国 妄称中国利用新冠疫苗开展所谓疫苗外交 如何看待这背后的荒谬逻辑 时事评论员苏小辉由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节目由军摇魏动力具名播出 肠胃有活力 人生有动力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蚕食料做好面包 大家好 我是诗员 我们一起来看新闻 民进党26号在高雄举办 经济安全座谈会 会上绿营明代声称 要思考对大陆市场依赖 是否限制台湾经济自主能力 并调整台湾产业对大陆的依赖 不过就在此前一天 由台湾竞争力论坛举办的研讨会上 岛内的专家学者是指出 未来几年台湾对大陆贸易依赖度 还会更高 民进党日期人在台北 台中 台南 及高雄接连举办四场讲座 分别以全球情势与台湾安全 台湾防务安全 台湾经济安全等作为主题 其中高雄场于26号下午登场 民进党及民代兼民进党高雄市 党部主委赵天林 及多位台湾经济部门官员专家 会上台经济部门政务副主管陈正奇声称 目前台湾经济两大问题 首先是所谓台美合作仍不够坚实 广泛及完整 需努力洽谈所谓台美自由贸易协议 另外也要思考对大陆市场的依赖 是否限制台湾经济自主能力 长期以往是否危及台湾安全 为确保台湾经济安全 陈正奇声称要让世界需要台湾 并与国际制度接轨 这包括透过放宽开放 美猪美牛进口 展现政治决心及政治能量 并在全球供应链重组下 配合台湾既有供应链 强化房屋 信息 资讯安全 生物科技 民生及能源等 六大核心产业 不过就在此前一天 由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 举行的研讨会上 台湾发展部门前主管 台湾政治大学经济系教授 林祖嘉则指出 2020年台湾对大陆贸易依赖度 9月 10月约46% 全年约43% 这趋势明年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他说 未来几年 台湾对大陆出口依赖度 会变得更高 而不是更低 对此 香港媒体中评社 发表文章指出 大陆市场庞大 整体发展势头强劲 加上离台湾又那么近 是台湾最大的优势 也是台湾经济最可靠 稳定的腹地 中评社还结合25号同一天 在江苏昆山举办的 昆台融合发展30周年座谈会 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在两岸关系更加复杂严峻 未来发展充满变数的当下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强调继续支持台胞台企 拓展大陆内需市场 及融入大陆高品质发展等 再次发出强烈的政策讯号 即大陆以两岸同胞福祉为一规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融合发展的政策不变 十四五规划 仍是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此外 在台湾竞争力论坛研讨会上 多位岛内学者 也对当前的两岸情势发展 发表观点 台陆委会前副主委 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院院长 赵建民表示 现在是两岸情势四十年以来最危急的时候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台湾站在大陆的对立面 频频按住美国打所谓的抗中牌 结果是民进党当局 试图借疫情打开 所谓国际空间的目的没有达到 经济层面对大陆的依存度反而步步提升 赵建民认为 现在很多岛内外学者都说 两岸关系是空前紧张 但最危险的是 在岛内大家都麻痹了 台湾淡江大学 中国大陆研究所荣誉教授赵春山则指出 民进党当局现在虚张声势 准备搞军备竞赛 今年光是防务经费 就花了新台币一兆元 以为这样就能恶阻大陆 但大陆口袋里有很多工具 不一定要用军事 因为其他工具一样可以达到相同目的 台湾经济顺差四成来自大陆 经济工具大陆非常多 这市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但台湾老百姓就是没有感觉 更夸张的是 现状还不断被岛内政客误导 民进党这个举动 其实是要向他的支持者交代 他就说我有在做两岸脱钩 可是他们基于所谓的一个现实的状况 也就是说过去几十年来 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布局大陆 这个都已经是根深蒂固了 你今天说要脱钩 一个厂要迁 要迁到哪里去 也都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抉择 如果说民进党当局鼓励这些半导体产业 测往这个所谓的东南亚地区 那他们又会面临说 可能会面临缺电缺工的一个窘境 所以这些半导体厂 他们根本就是不会走 再加上大陆是一个十几亿人口的一个市场 商人是看市场 还有这个所谓民众的一个消费力 那加上这个大陆经济发展起来之后 民众的消费力也提高了 所以说他们你要他们离开这个大陆 然后两岸的经贸脱钩 这的的确确是困难重重 或者是说根本就是做不到的一个事情 很多的产业非常仰赖大陆的一个市场 还有他的所谓的一个技术 还有所谓的劳工 你今天就是开个会议 你就说两岸要脱钩 这个的的确确是天方夜谭 然后再加上目前这个两岸关系 非常的一个紧张 也促使民进党当局他们说 我们的确不能过于依赖中国大陆 这个市场 但是事实表那个摆明了 就是民进党上台之后 这个两岸之间的那个贸易依存度 都比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越来越高 所以说民进党他们 就是被人家点了之后 他们不得已只好做出回应 回应就是说赶快开个会议 对做一个大内宣 这个就是民进党最厉害的一个地方 都是先做大内宣 这个宣传做好了以后 这个对他们支持者有个交代 也希望他们支持者可以安心 他们完全都是在作秀 在演戏 只是为了向支持者交代而已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伤秀用月华 相关话题 我们来请教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严俊先生 严先生您好 与民进党一再声称 要与大陆经济脱钩不同的是呢 我们看到大陆方面是不断地在发出 持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强烈讯号 那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两种 截然不同的做法的 此外就是民进党当局强力推动 所谓反路抗路远路的政策 改变得了大陆对台湾经济 和人才的慈禧效应吗 大陆积极地推动两岸交流合作 推动两岸的融合发展 这是从增进台湾民众的福祉的角落 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也就是说大陆是希望 更多的台湾民众能够分享 大陆发展的机遇 当然了就是两岸的经济的发展 包括两岸的文化的交流 对大陆自身的发展也是有利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条双银的道路 是一条双银的正确的道路 两岸的融合发展将会更好地维护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格局 有力地推动两岸 从和平发展一步步地走向 和平统一的这么一条正确的道路 所以大陆的这个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也是符合包括台湾民众在内的 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利益的 那民进党当局呢 他明知道就是说两岸如我说 加强这个合作交流 尤其是这个经济上的合作交流 对台湾的经济也是有好处的 但是他却不断地在搞 做所谓的脱钩 这么一种策略 那民进党这么做呢 他完完全全是台独意识形态在作祟 也就是说民进党当局他担心说 如果搞台独的话呢 那有可能因为台湾的经济 对大陆的这个贸易的依存度呢 很高 那么这种情况下 他说他搞台独有可能呢 就被掐住 也就是说民进党当局完全是把自己的 一己自私凌驾于对台湾民众福祉的考虑 是非常自私的啊 这种想法也是非常危险的 那民进党当局推行所谓的远路 抗路 反路 这样的策略会成功吗 我们来看看 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些经济的规律 这些年来呢 应该来讲 大陆跟台湾之间 已经形成了比较相对稳定的 一种产业链的结构 而且这样的结构 已经深深地陷入了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中 再加上大陆的经济蓬勃的发展 大陆的内需市场不断地扩大 大陆呢 还是从这个新冠疫情 这种恢复中呢 这个恢复的最快的 这么一个世界的主要经济体 也就是说 大陆这个内需市场 也给台湾的这些厂商 带来很多的机会 这种两岸交流发展 它是有客观的市场的经济规律 也有两岸特殊的一种历史连结 文化连结等等在内 这不是台湾当局 他说想阻拦就可以阻拦住的 好的 谢谢严峻先生 稍后再来向您做请教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台立法机构莱猪表决大战日前落幕 民进党当局确定开放莱猪 即含有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 进口台湾 眼下距离明年元旦上路 还有不到五天的时间了 对此国民党将战线拉回街头 准备串联台湾22个县市议会的国民党团成员 启动募集反莱猪的所谓公投联署书 全台许多县市也已经订定自治条例 要求来际零检出 对此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喊话并警告各县市 不要各自为政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 中国国民党主席江启晨 28号上午将宣布串联全台 22个县市议会的国民党团成员 启动募集反莱猪的所谓公投联署书 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李哲华表示 有上次募集提案联署书的经验 此次募集联署地点已准备好 基本上以县市议员选区为单位 到市场庙宇等人潮聚集处 摆摊争取联署 目标在明年2月底之前 募得50万份 对于台行政机构 开放莱猪进口的行政命令 各县市分别定例自治条例 要求瘦肉精零检出 被称作反莱猪条款 与台行政机构法令冲突 例如台中市和嘉义市 不管莱猪莱牛都进 台北市新北市则是只进莱猪 另外有的县市 像是屏东县和嘉义县 连注存运送都不能含莱季 该做的整个法律过程 我一定会守护 我们新北市民的健康 这是我身为市长的一个职责 我要更期待的是 中央统一标示 来或不来的标章 民进党以多数暴力凌驾民意 面对民众恐慌不仅不作为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反而警告各县市不要各自为政 强调莱猪政策应该要跟当局脚步一致 食安跟防疫是一样的 千万不要各自为政乱的套 不仅如此 台农业部门主管陈吉仲26号还表示 明年1月1号起 商户业者只要贴了台湾猪标章 猪肉主要可食部位与原料 就全部都得是台湾产 如果不是台湾生产 被台农业部门查到 将依标示不实 开发新台币4万到400万元 明年1月1号起 加大稽查力道 这更被外界质疑 到底是为民把关 还是威胁业者 好笑的是 民进党当局前脚才在台立法机构 上演莱猪表决大战 后脚台立法机构总务处就被爆出 在便当采购的环节 要求便当业者标明猪肉来源 台媒称 这形同赤裸裸打脸苏贞昌 民进党的委员占立法院大多数 而你们敢一手按表决器 让瘦肉精猪肉进口 但是另外一方面却不敢吃瘦肉精猪肉 到底在怕什么 其实所谓的贴台湾猪的这个标章 这个东西是台湾民众的一个要求 他们希望他们吃到的是台湾产的一个猪肉 然后避免吃到美国 或者是含有这个莱克多巴胺 这个瘦肉精的一个猪肉 其实在马银九当时说要开放这个美牛 进来之前就有说过也是贴标签 那个时候的标签的贴标签的非常的一个落实 你到任何餐厅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餐厅用的牛肉 它是产自澳洲还是纽西兰 还是美国的都贴的一清二楚 这个就是民众想要的 你给他一个实的一个安心 但是民进党现在为什么说 又要重罚这些业者 让他们不要乱贴标签呢 其实是美国人在后面施压 因为美国人说你这样到处贴台湾猪 你们是在歧视我的美国猪是吗 对不对 所以说美国人只要一反应 民进党就退回去 要不然之前在台湾的立法机构 大家都谈得妥妥贴贴的 就是说一定要贴标签 然后现在又来一个大转弯 这个就是民进党常常搞的一个所谓的急转弯 现在又来一个急转弯 就是说你这个标签乱贴 我就重罚你 然后吓得很多的业者 他们又开始考虑要不要贴的一个问题 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乱贴呢 对不对 而且台湾的猪肉 说句实在话 自己惨的 在台湾呢 其实是供应不足的 很多部分还是要仰在进口 但是现在民进党呢 他是要开放全世界所有 还有莱克多巴胺 瘦肉精的猪肉进来 不是只有美国而已 所以说呢引发了民众的一个恐慌 所以说呢民众说你要让我吃得安心 你就是要贴这个标签 然后你现在呢 又又又说这个标签乱贴 又要重罚的情况之下呢 你会引起民众呢 更加的一个恐慌 也就是说呢 你可能会导致明年一月一号以后 对不对 台湾的这个所谓的猪肉价格可能会下跌 这个销售呢可能会减少 为什么因为大家比较怕死 怕死的话呢就是少吃猪肉 少吃猪肉的话呢 就会引发了一些很大的一个后续的一个效应 也就是说呢 你可能进口进来的数量也不多 但是呢却影响到台湾猪农的一个生计 民进党日前协人数优势 强行在台立法机构闯关通过开放莱猪进口行政令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不仅在投票表决前摸头绿营明带 事后还追杀三名弃权明带 此外绿营明带挺莱猪更是丑态百出 一场莱猪进口的大戏 揭开民进党当局政治凌驾专业 党义凌驾民意的丑陋嘴脸 接下来进入台湾大话王 一起来看 赞成者多数 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通过 台立法机构24号傍晚 在民进党寸步不让的情况下 通过明年元旦开放韩瘦肉精 莱克多巴案美猪 30月龄以上美牛进口的 9项行政命令与相关法案 但过程中还是有三位党籍明带 顶着被党籍处分的风险 拒绝投下赞成票 去前三年 先前曾提案反对莱猪入校园的 民进党籍明带林淑芬 不仅没参加党团大会 并且直到最后一刻才进入台立法机构 似乎要向民进党高层表达不满 来自养珠大县云林的刘建国 还一度缺席不在异常 原以为只有他们跟党团不同调 没想到新北中和区的明带 江永昌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 文昌你是戏群吗 这压力很大 所以不想要有记录是不是 我一切太不好 现在选择有压力吗 阶层的压力吗 不想当来委吗 我选连书都写了 明带林淑芬在脸书上发文 自称是站在民众的角度思考 自己守护石安的立场始终如一 这话听在民进党团 总召柯建民的耳里 很不是滋味 楼圆没有和党团一致的同仁 很抱歉 我们一定会送我们的记役委会 决定要送党团之后 你要送同意会出 执政党的立法委员 应该要坚守政党的立场 并且要挺政府的政策 民进党高层第一时间纷纷表态 要对三民逃票的明带追究到底 对此 刘建国24号在脸书发文回应称 虽然投票并非与民进党党团 所有决定一致 但可否容许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声音 莱珠表决原本被视为蓝绿大战 却因为明带跑票事件 意外在民进党内烧起一把火 绿营明带王定宇 拿同党籍明带何志伟开刀 因为何志伟23号 自称身体不适 并到医院进行新冠病毒筛检 被质疑想借机跑票 曾经就因为与党内不同调 被称作死小孩的何志伟 也毫不客气反击 防疫我们就尊重防疫指挥中心的科学的判断 不要在防疫上称身量 因此得到低评也好 或指教也好 死小孩跟你说声谢谢 此外 在投票表决前 苏贞昌还专门找来民进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举行协调汇报 被视为是摸头行为 你说的完全没有压力呢 也都是骗人 但是呢 如何大家一起来 尤其是行政团队 做这样的一个开放的政策以后 苏院长今天倒是信誓旦旦的去宣誓 这个部分他绝对做得到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嘛 行政院找民进党团来吃饭 当然就是有目的的嘛 有目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 来面临礼拜四的这个表决 为开放莱猪进口 不仅苏贞昌等民进党高层 强势护航的嘴脸丑相毕露 瑞银明代挺莱猪更是丑态百出 岛内媒体人罗友志 24号上传一则视频片段 内容显示 民进党及民代余天 因为在台立法机构议场 玩手游麻将及其他游戏 差点误了民进党的大事 一个月领我们几十万的薪水 他的行为甚至比那些莱猪立委 还要更可恶 所以他就变成懒猪立委 烂猪立委 而同党籍民代庄瑞雄 未替余天缓夹 竟然称玩手机游戏 有益身心 更让外界傻眼 因为里面有时候 大家在杀时间 对他的年纪来看的话 有益身心 而另一位绿营民代吴思瑶 24号在台立法机构发言时 屡次强调 进口莱猪的理由 是所谓不让大陆得利 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 罗志强 对此痛批 吴思瑶理由抄瞎 喊出必罢吴思瑶口号 更发布第一阶段 罢免行动三大纲领 我认领了台北市市领北投的 立法委员吴思瑶来罢免 民进党政客为开放莱猪进口 无知无知又荒谬的言行接连不断 台湾媒体称 民进党政客敢硬着头皮挺莱猪 接下来恐怕要付出 被民意罢免的代价 好的 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就有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连线 知识评论员严峻先生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诗员 12月31号晚 也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夜晚 是东南卫视从2018年起 第三年打造的思想跨年 邀请中外权威专家学者 和事件亲历者 高密度干货输出 全面盘点2020展望2021 欢迎大家届时收看 由金砖会务用酒 扶猫叫酒冠名播出的 跨年特别节目思想2021 就美猪进口的相关话题 我们继续来请教 北京演播室的实时评论员 严峻先生 严先生 台湾在明年元旦开始 要开放萊猪进口 岛内许多县市自治条例 都定有反萊猪条款 但是现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 苏贞昌表示 要全台一致 千万不要各自为政乱了套 那么您认为 岛内各县市的实安自治条例 是否会被台行政机构废止 如此一来 莱猪议题在岛内还会怎样发酵呢 台湾呢 它这个在行政上面的上下级 是实行某种的这个分权体制 所以分权体制 因为台湾它实施的叫做县市自治法 那么台湾它这个地方的县市的 这个市长啊县长啊 包括这个市议员县议员呢 它都是由民选产生的 那么地方上的这个市长 还有这个市的议会 县议会呢 它是拥有比较大的一个权力 而且这些这个市议会县议会呢 它还能够制定地方性的法规 这种地方性的法规呢 在当地呢 它是具有法律效率的 那么现在关注的一点 那就是说 民进党当局 它有没有可能修订 一个全台性的 这么一个这个规则呢 然后呢 强烈的要求各个县市来遵守 因为我们知道呢 民进党它在这个台湾的立法机构 现在是单独过半 也就是它拥有一半以上的协位 那么来修订这么一个 全台性的食品安全方面的这个规定呢 是有它的这个可能性的 不过呢 如果说依照 就是说关于分权的原则的话 一般来讲 这种全台性的 它的规则 只是定着一个低标 比如说就说这个来度这个事情 那么呢 这个全台性的这种规定呢 它只能规定一个低标 所以规定一个低标 比如说 它会说啊 这个含有来个土巴胺的 美国的这个猪肉进口以后呢 那么呢 它规定比如说 在医院的里头呢 给病人吃的食品里头 不允许出现 这样的一个这个猪肉的话呢 那这只是低标 那么有些地方的县市 它可以在低标技术上 采取一个更严一点的标准 就是说 我只要遵守了啊 在医院里头 绝对不可以出现 有这样的猪肉的话 它还可以再加上 比如说 在我这个县啊 也不允许在学校里头啊 来这个出售啊 这样的一个猪肉 那么也就是说呢 事实上呢 从这个分权原则来讲 一般就是说 越往基层去 它的这个 它只要符合低标 它可以提出更高的一个标准 那会事实上造成 美国的这个来注入 它各县市呢 它在实际的这个销售 和这个使用上面呢 它是会收到 各县市的一个底子 那么台湾当局 它有没有可能 强烈的要求说 比如说除了在医院 其他地方都一律必须 要吃这个猪肉呢 我觉得这样 从这个整个的立法的 基本原则上 是有一定困难的 当然了 如果说它强行的 这么规定的话呢 这就会使 这个莱猪这个事件呢 在台湾岛内 进一步的发酵 而且也会引起 更大的争议 甚至会引起 所谓的视线 这个所谓的视线 这么一个 就是会把这种 关于分权制原则的 一些基本的规则 在莱猪这个事情上 以这个为案例呢 进行台湾行政上面 上下级的 这种的一种 关于权力的界限的 这种争议呢 可能会达到一个 这个进行 限制性的争议的 这么一个角度 这是我们目前呢 对有关于 一个全台性的 食品安全的 一个规则跟地方性的 食品安全规则 将会可能产生 冲突的一个 初步的议判 好的 谢谢严峻先生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欢迎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节目由 军摇卫动力 剧名播出 肠胃有活力 人生有动力 本栏目由 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 真材实料 做好面包 我是诗源 一起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26号发布的 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北京时间 27号19点30分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超过8042万1430例 累计死亡病例 175万9067例 值得注意的是 继日本 法国 德国之后 西班牙 瑞典 加拿大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先后宣布出现变异新冠病毒确诊病例 面对更加复杂严峻的疫情 日本政府26号宣布 从当地时间28号零时起 至明年1月底 暂停来自所有国家和地区的新入境 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 先后宣布发现变异新冠病毒 这给本来就艰难的全球抗疫工作 再度蒙上阴影 据意大利各大区卫生局26号的通报 过去24小时 意大利已发现14名新冠阳系患者 为英国发现的新冠变异病毒确诊病例 日美报道称 日本目前已有7例感染变异新冠病毒病例 且首次出现境内人传人案例 为防范变异病毒扩散 日本政府决定从12月28号起至2021年1月底 暂停批准外国人入境 日本公民常住外国人和部分国家与地区的商务人员入境 不受这一政策影响 而在疫情形势最为严峻的美国 越来越多美国人正面临失业和收入来源中断的威胁 美媒报道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未签署之前 美国国会批准通过的新冠纾困法案 数百万美国人的失业救济金在26号到期 26号当天 白宫拒绝说明特朗普是否会签署该法案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 对于特朗普迟迟不签署法案的行为表示批评 拜登在声明中警告 此举将导致大约1000万美国人失去失业救济金 他认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将带来毁灭性后果 面对越来越棘手的新冠肺炎疫情 各国都将很大一部分希望投向疫苗 26号在有辉瑞新冠疫苗的货车 陆续抵达德国 意大利 匈牙利 法国等多个欧盟成员国 匈牙利在收到4850剂疫苗后 于当天提前开始接种 成为欧盟首个启动接种的国家 按照计划 其他欧盟各国与当地时间27号正式启动疫苗接种工作 一线医护工作人员 在养老院生活的老年人等都将优先接种 普通民众最快将在明年3月以前完成接种 德国联邦卫生部长施潘表示 新冠疫苗的接种为疫情形势依旧严峻的德国带来曙光 在亚洲迫切想要得到疫苗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26号公开喊话美国政府 要求美方向非方提供至少2000万几新冠疫苗 否则他将终止非美访问部队协议 该协议规定了美军及相关人员和军事装备 进入菲律宾的条件 活动范围以及可获得的便利 越来越多疫苗的投放能否代表着人类吹响战胜 新冠肺炎疫情的号角还未可知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在为27号的第一个防范流行令 国际日发表的视频讲话中表示 现在应该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吸取教训 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苏女士您好 现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增速 是越来越快 病毒变异 传染性增强 甚至还入侵南极等等 那2020年虽然是已经进入尾声了 但是依旧严峻的疫情形势 想请教您一下带给我们哪些警示 此外就是危机之下 多国研发的疫苗是相近问世 并且解冻接种 疫苗的救场能否给当下这一场 艰难的抗疫之战带来逆转之机呢 我们首先要来观察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 在全球蔓延的态势 应该说负面的前景以及严峻的挑战 还是大家必须要在下一阶段 进行应对的一些重要的因素 在全球抗疫的前景之下 每一个国家都不能够松懈 那么同样还要形成国际合作 那么现在随着疫苗的逐渐的推出 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 已经开始在接种疫苗的问题上 不断地在强调 疫苗将给抗疫带来的一种光明的前景 确实应该说 疫苗是全球抗疫的非常重要的支撑 但是大家现在看 应该说疫苗的推出 恐怕对于未来的抗疫 还需要考虑几方面的因素 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支撑的作用 首先很多国家 尽管在进行疫苗的接种 但是根据科学家的推测 必须有75%以上 甚至要到80%到85%的人群 有免疫力 那么才能够发挥疫苗的功效 所以现在在疫苗接种的过程中 疫情防控的相关的措施 包括戴起口罩来 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另外在疫苗接种的问题上 大家也非常关注的是 疫苗它接种中 一些切实的问题和挑战 比如说有一些疫苗 它的运输的途径的过程中 所需要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 是不是能够保证 所有的人群 包括一些弱势的群体 贫穷的一些社区 都能够得到接种 那么是不是有一些地方呢 因为这种运输的客观的条件 而不能够得以接种的 都是下一阶段的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最后我们也会看到呢 在全球的范围之内 疫苗的供应呢 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说呢 个别的发达国家 解决好自己的疫苗问题 甚至呢通过抢购疫苗的方式 来满足需要 就能够呢 保证自身的安全 疫情防控呢 是一场全球的战役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发展中国家的需要 包括疫苗的提供 它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 都是未来国际合作 必须要关注的重要的因素 只要照顾到这些因素呢 才能够使未来的 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中 有更多的支撑 使全人类呢 能够在应对 这一场病毒的面前 能够有更多的底气 好的 谢谢苏小辉女士 接下来呢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进行相关话题的讨论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诗元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就新冠疫苗的相关话题呢 我们继续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苏小辉女士 苏女士我们知道啊 中国的抗疫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不过呢在西方社会 仍然是有人将疫苗政治化 来抹黑中国 他们妄称 中国利用新冠疫苗 开展所谓的疫苗外交 目的是扩大政治影响力 那么这种所谓的疫苗外交论 暴露出了西方某些政客 怎样的杠精逻辑呢 我们看到呢 在全球进行疫情防控的过程中 中国的表现是非常受到关注的 那么此前呢 针对这个病毒溯源的问题 已经有一些西方的政客 包括呢 西方的一些大国 在不断地对中国泼脏水 甚至呢 这个动辄就称中国病毒 那么这样的一种态势呢 与现在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中国疫苗外交论 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一系列的这种舆论和这种态度的背后 其实呢 我们会看到几方面的因素 首先呢 从这个正面来看 应该说呢 不管是这些西方的经济体 还是国际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声音 都对呢 中国疫情防控以及经济复苏所取得的成绩 是持某种肯定的态度的 他们看到了现实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也认为呢 如果采取一些负面的方式 对中国进行打压 恐怕呢 达不到此前预期的效果 遏止中国的发展呢 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另外呢 从负面来看呢 可以看出 首先呢 是在当前 全球进行疫情防控的过程中 有一些国家呢 此前呢 政策失守 造成疫情的大范围的传播 那么现在呢 仍无意亡羊补牢 甚至呢 要采取这种甩国推责的方式 来尽可能减轻政客身上的这种责任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来转移民众的视线 从之前到这个现在 甚至未来一个医院时期 这样的一种动向呢 仍然有可能延续 那么另外我们也会看到呢 涉及到这个疫苗的问题 应该说有一些国家呢 也没有摆正心态 所谓的这个疫苗外交论 其实呢 从根本来说呢 是因为当前呢 在疫情蔓延的过程中 很多国家 国际社会 对于疫苗所发挥的作用 是非常期待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疫苗如何来普及的问题 也是一些国家在思考的问题 中国呢 已经加入了 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通过我们的方式呢 要真正的使疫苗 变成国际公共产品 面对着中国的 这样的一种动向 有一些西方的国家呢 不但对于中国的 疫苗研发的成绩 心存一些嫉妒的 这样的一种心理 那么另外呢 还对中国呢 提供国际公共产品 应该说呢 他们也感觉到羡慕嫉妒恨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复杂心态的作用之下 他们呢 不但不愿意 把自己呢 放在当前的全球抗疫的这种进程中 扮演更加负责任的角色 反而呢 在不断地向中国泼脏水 来试图压低 中国所做出的贡献 那么这一系列的 这种复杂的舆论上的调动 可能会迷惑一些群众 但是呢 对于未来国际社会 在看待这场疫情蔓延的过程中 各国所扮演的角色的时候 应该说呢 有更多的人会擦亮眼镜 看到中国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好的 谢谢苏晓辉女士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幹線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幹線 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幹線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波TV 今天的海峡新幹線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